大家好,歡迎大家出席IPGlobal的網上研討會 我是Tairod,IPGlobal財富管理部的同事 今天會跟大家講的題目就是已港日首選的城市 在講座開始之前有個問題想問一問大家 其實你們有沒有想過會移居去到英國 接下來會有一個視窗跳出來 希望大家可以給一下意見 究竟你們有沒有打算移居去到英國這個城市 這個國家 為什麼這樣去問大家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在最近英國內政部的文件 我們看到在去年頭九個月的時間 總共他們已經收到超過八萬八千份 BNO移居英國的申請 隨著越來越多香港人決定去到英國居住 我們相信這個趨勢將會推動整個英國 對於房地產的需求 但是究竟哪些地方可以為你的未來提供到優質的生活質素 還有哪些項目可以為你提供到很漂亮的投資回報 我們希望利用未來的時間簡單地和大家分析一下 好 那就去講一講我們講座的內容和流程先 首先我會和大家介紹一下IP Global的情況 然後我會給你們看看現在移居到英國的香港人 他們居住在哪些城市最多人居住 分佈的情況是怎樣 然後在我們知道了最多人居住的地方之後 我們會選擇了最多人居住的那三個城市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他們的概況 他們的近況 然後我們會和你們分享一下英國的一個大型的基建項目 報知超過1000億英鎊打造的2號高速鐵路HS-II 怎樣影響著香港人在英國選擇什麼地方來居住 以及發展 然後我們會和大家去介紹一下 剛剛最多香港人選擇的一些地方 百明漢和曼徹斯特的情況 然後我們會給大家看看IP Global 有什麼投資機會給香港的投資者 或者是用家去考慮 最後我們會進入一個問答環節 讓大家自由去發問你們 究竟有什麼問題想去知 有什麼內容想去問 事不宜遲 簡單和你們介紹一下IP Global IP Global在2006年成立 到現在為止已經有超過16年的時間 在過去的16年時間裡面 我們總共賣出了超過5700個物業 平均每天我們都需要處理 一個物業成交的文件和資料 由於我們處理這麼多物業成交 令到我們累積了很豐富的一個海外物業的買賣經驗 這方面可以保障得到買家 他們在買賣的流程方面 那種流暢性和穩定性 至於在成交金額方面 我們在過去這段時間 成交金額超過200億港元 參與投資的項目 橫跨亞洲、歐洲、美洲 總共18個不同的國家還有地區 大家看到我們有很好的銷售記錄 究竟我們如何去決定 參與或不參與一個項目銷售的呢 在我們決定參與一個項目之前 其實我們會看很多投資的報告 做很多不同的調查 在宏觀方面 為了確保項目有一個投資的價值 還有是可以為買家賺取到好的回報 我們會看看所在的地區 他們的房屋供應、人口統計、經濟前景 還有就是他會不會在計劃中 或者在做的一些基建 或者重建的項目 配合這個項目的發展 至於微觀方面 微觀方面我們會看一些報告 就是看看發展商的往績 看看發展商他們以前的交流標準是怎樣 接著我們會去幫客人看完一些法律文件 保障買賣雙方的權益 另外我們也會就著這個項目附近的一些其他項目 做一個價格的比較 並且做一個進職的調查 去確保這個項目有一個穩健的財政 去完成整個項目的 講完IP Global的情況 就跟大家說一下 移居了去英國的香港人 他們居住那個城市分布的情況 大家可以在圖表裡面看到 最多人選選去住的就是 大倫敦的地區 有22.3%的人 他們會選選在這裡 定居或者移居過去這裡 其次就是曼茨斯特和白明漢 分別有8.2%和4.8%的人 會選選在這兩個地區居住的 另外在右上角你們會看到 其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是2.3%左右的人 簡選在這裡居住 我就不逐一去講解了 在這裡我又想問一下 有這麼多地方讓香港人移居過去 你們身邊又有沒有親戚朋友 已經移居過去了 你知道不知道他在哪些地方住也好,想看你們給一些意見 揀選一下你們有沒有親戚朋友移居過去英國居住 好,那我們去下一張施錄 剛才大家都看到最多香港人選選去住的會是大倫敦地區 之後就是曼徹斯特,再其次就是百明漢居住 我們這裡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數字上的資訊 首先我們想講解給大家聽 就是如果未包括居住成本的四人家庭去到英國的一些生活開支 如果你選擇在大倫敦地區居住 四人家庭未包括住居成本 每個月你會預算有3000磅 跟著曼徹斯特就是2400磅 百明漢是2170磅 這裡是未包括住居成本的 你可以選擇租,也可以選擇買樓 在倫敦市中心的赤價平均是1145磅 曼徹斯特和百明漢大概是300多磅一呎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無論是倫敦還是百明漢 或者曼徹斯特的赤價和香港的樓價比較起來 都是便宜了一大截 這裡我又想問問你們 如果你們是去到英國居住的話 你們又會不會買一層樓來自住呢? 我們又想大家給我們一點點意見 大家在路給意見我們的時候 我們繼續說下去 除了去到倫敦去到英國 講了洗費之外 你們也講一下賺錢發展有些什麼 可以給你們去挑選去考慮的資訊 我們在圖表裡面可以看到 曼徹斯特和百明漢 在2016年至2020年的時候 那四年時間之間 職位空缺有一個幾何級數的上升 當中包括他們自身的一些重建計劃 一些英國大型基建 當然配合到 他們都有新增了大量職位空缺 由以前的千多三千多個職位空缺 去到2020年的超過三萬三千個職位空缺 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 曼徹斯特的新增職位空缺的種類 主要是集中在科技、表演、旅遊和服務業 至於百明漢 集中在金融、科技、物流和服務業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資訊之後 就著自己的經驗、自己的專長和興趣 挑選或者考慮去不同的城市發展 除了吃、住、做事之外 其實讀書也是很多香港人 考慮去到英國哪一個地區 開始新生活的因素之一 在這裡我簡單去和你們說 挑選了一些在倫敦的一些大學 去和你們分享一下他們的情況 我們第一間就是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它被譽為全英最難入讀的大學之一 在一個世界級的工藍研究型大學 有超過四萬一千個全職的學生 總共有三十四個諾貝爾獎得主 是曾經在這裡讀書的 另外一間也是英國其中最難入讀的大學之一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它在全英長時間都佔領前五名的位置 另外在全球也佔領前二十名的位置 學校的師生裡面總共有十四個諾貝爾獎得主 再接下來就是Kings College London 它是英國第四古老會學校 擁有超過二萬五千個全職學生 跟Imperial College London一樣 它學校的師生總共都產出了十四個諾貝爾獎得主 講完倫敦的教育工作之後 我們講一講由倫敦作為起點的一個千億基建 二號的高速鐵路HS2 大家都應該在以前聽過無數次HS2是英國一個大型的基建 它怎樣怎樣的情況 這裡我再和你們講一次 二號高速鐵路 英文簡稱叫HS2 是一個以Y字形連接倫敦、百明漢、曼徹斯特和錫菲等等 英國重要城市的高速鐵路 它預計耗資超過一千億 目標就是在2026年完成第一期的工程 第一期的工程就是連接著倫敦和百明漢的高速鐵路 在2020年已經開始動工 直到現在為止 這個工程在第一階段的路段 工程上已經為英國創造了超過兩萬的職位 隨著後期的工作越來越多 我們相信那個工作職位會越來越多 首階段連接百明漢和倫敦的鐵路 預計2026年落成之後 由倫敦去百明漢的時間會由現在70分鐘 縮減到只需要45分鐘 縮減了這麼多的時間 我們預算到有多了的人流會往返倫敦和百明漢 這個情況我們預計會把倫敦一些很高技術的人才 或者是科技帶到百明漢 善用百明漢現時租金的成本較為低的寫字樓 工作空間去帶動整個英國經濟有更全面和更好的發展 所以英國政府才肯用超過一千億去打造這個HS-II 那麼HS-II將會連接著倫敦、百明漢、曼徹斯特和石飛等等不同的地方 那麼你們覺得HS-II這樣連接著不同的地方 如果讓你們選擇 你們又會選擇覺得哪一個地區、哪一個城市 是最適合香港人居住呢? 我想麻煩你們給一些意見 OK,隨著2號高鐵的倫敦到百明漢的工程開始了 那麼我們講完了 不如我們又再探討一下它的終點站 第一階段的終點站 百明漢會在接下來有什麼其他發展呢? 那麼百明漢在2010年啟動了Big City Plan 將整個百明漢市中心的規模擴大 容易吸納更多的人才和國際企業在百明漢發展 那麼我們也可以看到部分大型的重建或者基建項目已經陸續落成了 當中包括2012年啟用的Eastside City Park 2013年員工的全英最大的公共圖書館Library of Birmingham 2015年完成了改建工程的New Street火車站 都已經投入服務了 那就吸引了部分的國際企業來到百明漢這裡 當中包括我們接下來的一個 會講的一些公司去到百明漢這裡設立總部 或者他們的分公司 另外還有一部分的重建計劃呢 是在進行的 當中有包括Curson Street Station 它會是2號高鐵 他們計劃裡面的百明漢總站 到其時連同電車站、巴士總站等等 Curson Street Station 將會成為百明漢市內的交通樞樓 是一個大型的重建項目 它的過程就是將Curson Factory 這個超過10萬平方呎的工廠 重建成為商場、住宅還有零售熱點 其餘的一些Paradise Circus 就會在2028年落成 以及2037年會落成的Smithfield 都會為百明漢創造出大量的商業用地 和寫字樓 去讓這些不同的國際企業 進駐百明漢的時候 有更多的選擇空間 以及更好的配套 大家都記得我剛才說過 百明漢最近新增的工種 有什麼職位呢 這裡可以和你們溫故資深 你們可以看到 在百明漢主要增長的 新增的職位 我們看到會有物流、金融科技和服務業 右下角這一邊 你們可以看到你們很熟悉的一個標誌 HSBC 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已經將他們 英國業務的總部 搬到百明漢 除了匯豐之外 他連帶著的 高盛雅德意志、北馬威 和羅兵涵 回計私留等等 已經為百明漢創造了 超過一萬個金融和回計相關的職位 另外百明漢機場 就為百明漢這一區 製造了超過一萬二千個職位 之後還有一些車廠、藥廠和餐飲業等等的行業 分別都為百明漢創造了超過一千個工作機會 因為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其實我們看到有更多的高學歷水平的年輕人 是願意留在百明漢發展的 那這些高學歷的年輕人留在百明漢發展 那怎樣能夠有這些高學歷的年輕人呢 那我們就要講一下百明漢有什麼高等教育 有什麼大學可以讓你們選擇 第一間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它的全球排名就是前110 在英國排第十四 有超過三萬四千個全職學生 總共有11個諾貝爾獎得主 還有有三個英國首相都曾經在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讀過書的 第二間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全英國排名50 特別是市場學系 是較為受到認可的全球排第十一 那它這間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和超過250間大學有一個夥伴的關係 跟著第三間Usterne University 是全英排名前100的學校 還有校園耗資超過二億六千萬英鎊 改建 擁有超過二萬四千個全職學生 這幾間大學每年都為百明漢 培育出大量高學歷水平的年輕人 去支持百明漢的發展 去除了吸納他們在這裏發展之外 他們的存在也都吸引著不同的企業 進入百明漢開設他們的總部或公司 好了,講完百明漢 我們講一講 另外一個受香港人歡迎的城市 剛才大家看到 第二多香港人選會移居去的地方 曼茲斯特 曼茲斯特除了北方經濟引擎的核心之外 其實除了北方經濟引擎核心 裡面所講的發展 它還有另外一個策略的發展 就是The Manchester Core Strategy 2012 講的是2012至2027的一個大型重建計劃 這個重建計劃 著重於的重點是放在市區重建 希望能夠促進萬茲斯特的經濟發展 做好教育和環境保育的工作 務求將曼茲斯特打造成為歐洲 以至到全世界最好的可持續發展 和無障礙的城市 項目主要由五大發展核心組成 我會逐一和你們講解一下 這五個發展核心分別是什麼 以及它會創造了什麼價值出來 首先第一個Circle Square 構成超過7億5千萬英鎊的混合發展項目 預計會在2022年落成 這個項目包含了120萬呎的工作空間 以及1700個住宅單位 再加上10萬呎的零售休閒空間 目標是吸引國際知名的企業 為曼茲斯特創造超過1萬個新的職位 第二個我們看到是St.Johns 一個號資10億英鎊打造 位於曼茲斯特市中心 佔地15英某的大型項目 預計會在2025年落成 到期時將會提供了包括2500個住宅單位 主要提供給創意產業使用的 60萬呎工作空間 以及40萬呎休閒空間 下一項大家就會看到 Enterprise City 這個位於St.Johns裡面的項目 它和St.Johns這個項目一樣 預計會在2025年落成 落成之後將會為企業提供 50萬呎的工作空間 並且成為歐洲數碼、創意和媒體企業 最集中的城市中心樓樓之一 預計會為曼茲斯特創造一萬個職位 接著會是The Factory 一個藝術中心 到期時落成之後 它將會成為歐洲最大和最新的 藝術表演場地 同時它亦會作為 曼茲斯特國際藝術節的新主場 預計每年將會吸引超過30萬名遊客參觀 最後就是NORMA這個號資8億英鎊開發 將會在2025年落成的項目 到期時將會有400萬平方呎的新建 或者翻新的寫字樓 零售和休閒空間 第一座商業大廈已經在2018年完工了 落成之後我們看到 還有亞馬遜、德勤、WeWork和Coop 都已經在NORMA有他們的總部 到現在為止 這個NORMA的計劃 已經製造了超過6000個就業機會 預計在2025年全面落成之後 在曼茲斯特創造的職位 將會去到15000個以上 好,講完工作了 我們重新提及 剛才所說的五大重心 那五個核心 為曼茲斯特製造了旅遊、科技、服務等等 不同的工作機會 全部都說超過1萬個工作機會 新增到曼茲斯特製造 所以為何在過去的一段日子 這麼多香港人選擇去到曼茲斯特 因為曼茲斯特真的有一個可持續性的發展 以及有很多新的工作機會 給予出來 除了說剛才那些 我們再說回曼茲斯特 現在有什麼大學 曼茲斯特有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全英排名前五名 世界排名第五十一 擁有超過36000個全職學生 大學提供超過1000個 不同的學科種類給學生去選擇 至去年為止 總共有25個諾貝爾獎得主 而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也是著名的羅蘇集團的創始成員之一 第二間是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是曼茲斯特第二大的大學 英國就讀人數第三多的大學 他在現時擁有超過28000個全職學生 他擁有一個強大的企業夥伴關係 當中包括BBC和IBM 和他都有一個企業夥伴的關係 最後一間 你會看到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它是西北部發展最快 全英國發展第五塊的大學 擁有超過16000個全職學生 大概三分之一的畢業學生 會留在曼茲斯特發展 會留在曼茲斯特發展 接著 講完不同的城市之後 大家終於有機會可以看看有IP Global 有什麼投資機會給你們 我們在曼茲斯特和白明漢 都有不同的項目 挑選了今天和大家分享 不如我仔細介紹項目之前 你們又幫幫忙 給一下意見 如果讓你們選擇去到英國投資 你們會挑選投資在哪一個城市 或者是倫敦曼茲斯特還是白明漢 很多人都給了意見 我們選了兩個地區的項目 出來和你們分享 第一個是曼茲斯特的Waterside West 他的發展商是Malbury 項目有一房兩房不同的戶型 給大家選擇 一房的價格是228,800磅起步 尺寸是501尺起步 另外兩房的價錢是284,800磅起步 平均尺價是433磅一尺 第二個位於白明漢的項目是The Silversmith 發展商是NVSM Limited 發展商是NVSM Limited 項目提供一房、兩房、三房 給大家選擇 價錢是235,000磅起步 299,000磅起步 以及425,000磅 預計落成時間 但The Silversmith 將會是一個樓花 預計會在2023至2024年 第四季落成 補回和大家說 剛才曼茲斯特的Waterside West 就是一個現樓項目 如果大家想著去到英國生活 而曼茲斯特又是你一個選擇的地方 這個項目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它是一個現樓項目 你只需要拿行李箱便可以進去住了 今天的內容就全部講完了 想問一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checkbox裡打出來 我們可以盡量去解答你們 謝謝 好,我們看到有問題,英國會不會出現爛尾的樓花 這個問題不難回答你,英國確實有一些爛尾樓,但我們IP Global是會有做所有的盡責調查 所以我們確保了我們所參與的每一個項目都會有穩健的財政去完成該項目 我們因為IP Global是一個承銷商,我們是包銷該項目的 所以如果這個項目有任何問題,其實我們是第一個受害 就想看看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來啦 谢谢观看 大家是否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看到除了刚才问的问题之外 也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大家...我再给大家多两分钟时间 大家去想一想有没有问题 如果两分钟之后大家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会完结了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見到有兩個問題問了 會是一個問Foreigner Tag 其實就是如果你不是英國的居民 在買樓的時候需要額外支付2%的Foreigner Tag 這個就是答到你的問題 另外一題問題會是較為深入 想聽一下英國的稅務 就說到去英國之前 即移居英國之前 轉入英國的錢 以及移居到英國之後 轉錢進去會有什麼分別呢 這位朋友我們個別聯絡你 關於這個這麼仔細的稅務問題 因為稅務問題我們今天沒有去涵蓋 在我們講座裡面 但我們都會有稅務專家 可以幫你解答這些稅務問題 我相信我們是有你的聯絡 我們會聯絡你去講解稅務這個安排 好 好了 所有問題都答過了 那就 再給兩分鐘時間 大家想一下有什麼問題 大家 好 我看大家都沒有問題了 我們今天的網上研討會就到這裡為止 希望下一次再有時間 再有機會跟大家去分享IP Global的一些資訊 或者是我們的投資機會 拜拜